三分炼,七分吃,不管你是曾鸡还是减脂,单单好训练是不够的,饮食也要把握好,而饮食中,早餐是最重要的一个环节,有许多人群尤其是女性群体,会选择不吃早餐来减肥,其实,美国立床营养杂志的一项新研究表明,早上不吃早餐和早上吃早餐的人,减掉的体重都是一样的。 但是不吃早餐,首先会导致中午会非常的饿,然后摄入过多,不利于减肥,其次,可能会造成低血糖、胃炎、胃困痒等一些类病症,最好,还会影响一整天的精神状态,不利于工作、学习,还有增肌器的男生,也很容易忽略早餐,想着大不了睡到12点多吃点,把早餐补上就好。 这些都是不客气的,昨天练得那么辛苦,今天就这样因为一段早餐缺食营养,而抹杀了训练效果。 会不会吃早餐对健身的你一一身软,到碳水化合物,低脂肪的早餐,可能会使体重增加而非较低。 而食用高蛋白质早餐的人则更不容易饿,且有饱腹感,每一天进食的欲望也会更低,中午所摄入的卡路里也越低。 早餐作为新一天的第一餐,所提供的能量应占到全天主能量的25%到30%,学会科学的吃早餐,即使满足我们身体、营养需求。 对我们的健身效果是个好的保障,健康拥有好身材,是我们每个健身人必须养成的好习惯。 一减肥,首先改正早餐坏习惯。 01不吃早餐,不吃早餐不仅会是一整天的清晨代谢降低,还容易损伤消化系统以及大脑组织。 01不吃,不管是减脂还是增肌,我们的健康永远是第一位的。 02负物搭配,传统的早餐,油条,豆浆或白粥,咸菜,这都是不健康的饮食搭配。 01首先油条,经高温油炸,亦产生致癌物质。 01其次,油脂高容易使人发胖,而咸菜含颜料较高,长期这样易水肿,并且这种搭配只有饱腹作用。 缺少营养,03饮食内容单一,早餐以碳水化合物为主,比如,一个包子,一块饼,或者一碗面,这样的早餐,不能补充人体所需的维生素,矿物质,以及蛋白质,脂肪,而且煮碳水,非常容易使人发胖。 01次零食当早餐,简直期要杜绝零食,因为零食精加工大都是高月亮,低营养的食物。 不仅饱腹感差,还含药化学添加剂尤其不利于健康。 零五剩饭当早餐,习惯把剩饭当早餐的多不胜数。 除了省食方便外,还有人们长期的节约意识,不愿意浪费,但是隔夜的食物,可能产生亚硝酸盐,一种致癌物。 所以如果是为了省食偷懒,建议喝杯热牛奶,吃个鸡蛋。 若是为了节约,尽量在做饭时掌握好量,制作一顿的量。 06边走边吃,上班租的常见现象,为了赶时间边走边吃,不仅会造成消化不良,胃下垂等问题。 常心如此,还可能是腹部堆积,造成肥胖。 07吃得太早或太晚,太早吃早餐,会影响胃部休息,造成胃部损伤。 太晚吃早餐又不能及时补充能量,不仅影响代谢,还因造成饥饿,从而在下次进餐时,渗入过多数脂肪堆积,定格闹钟每天准时起床吃饭最重要。 二,科学健康的早餐,首先,不要早餐偷懒睡懒觉,哪怕早起几分钟,也要吃早餐,这是健康早餐的前提。 01控制热量,简直其控制热量摄入的重要性,相信大家都知道,一天中科学的热量摄入比例一般为3比4比3。 举例说明集,假如该人每天需要摄入热量2500大卡,那么他早餐是应摄入的热量,只为750大卡。 02营养均衡,早餐中蛋白质应该占最大比例,优质的蛋白质来源有奶,蛋,豆类。 所以早餐可以选择任意两种,豆类,含蛋白质20%-40%左右,推荐选择黑豆、黄豆等。 蛋,含蛋白质13%左右,其中含有的胺基酸有利于人体吸收。 牛奶,含蛋白质3%左右,并含有丰富的改。 此外,早餐中应有果蔬,以满足人体对微量元素的需求。 03猪粮,早餐要低碳水,果物是碳水化合物的主要来源,但猪粮更有益于健康减肥,因为猪粮负荷塞纤维,以及其他微量元素,而且饱腹感强,能有效控制食欲。 04最佳请餐时间,早晨气垫肠胃苏醒,所以最好的请餐时间为7到8点,能够好地吸收消化,并为新的一天提供满满的活力。 早餐搭配推荐,DGI高纤维谷物,主食加高蛋白质食物加新鲜果蔬加奶制品加坚果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访问TT 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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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�